中休节出油人车潮多 若不注意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凤林警分局8号接获通报 有一辆自小客车行经锐碎中山路二段与不坏路口时 疑似恍神向右偏离而自撞电线杆 张性驾驶以及乘客肋骨受伤 警销人员到场立即救援送医救治 获报赶抵车祸事故现场的警销人员 赶紧将受伤受困车内的女性乘客救出送医 到达现场发现患者为两名 男性患者以自行脱困站立于事故车旁 另一位女性患者于副驾驶所带救 912人员立即利用警圈长部位板协助脱困 将患者进行减仓后及包扎处置 送花莲慈祭医院玉礼分院救治 不慎至撞到路旁电线杆的设设车 由于撞击率道强大 车头半边全毁 打横在北上车道 整个过程也被后方行车记录器给拍了下来 凤云警分局表示 8号上午61岁的张星男驾驶 行经瑞士乡中山路二段与博爱路口时 疑似恍神不慎致状道路电线杆 造成驾驶及乘客肋骨撞伤 耸依旧致 警察是自小客车沿中山路二段 由东往西执行至该路口处 驾驶人自速精神恍惚 向右偏移致状路口旁边的电线杆 现场警方已依规定完成车会照相 事故发生原因 有待专业检验单位分析鉴定 车上两人经救护车送至玉礼医院检查 治疗后并无生命危险 警方也呼吁中秋连续假期 出油人车潮多 驾驶人请务必养足精神 专心开车 遵守交通规则 保障自己也保护他人行车的安全 记者是玉蓝瑞瑞采访报道